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有一些移左民去英國的黃絲 是專欺騙手足 而那些手足又專門喜歡被黃絲騙那一下活該 他們可能的想法就是不如那些錢都會被人賺的 不如就一下手足就不要被洋人賺了 那就糟糕了 糟糕了 甚至乎那些想法可能是請洋人公司的話貴一點 香港人公司即黃絲公司便宜一點 交給黃絲做 那就又糟糕了 香港人 這些黃絲買了英國樓 接著又給黃絲去做裝修 結果難尾 甚至乎有人說 慘過吳莊 最終更加是哭訴 這件事他覺得被人困了 那 裝修 埋單要多少錢 超過100萬 他說是132萬 嘩 這些人 一夜被人騙百幾萬 那你不如 百幾萬 你可以回內地 買一間不錯的樓 住了 如果有那麼多錢的話 是不是 你想想 家賢媽媽這幾天 去了中山買樓 四十多萬一層 兩層都可以了 你買一層你還有幾十萬 你也有時間吃了 在內地 我們看看今天 這一集 究竟講那個黃絲發生什麼事 在影片我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 留言 明潔 新事度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有一個香港人 打算移民去英國 開展他的新生活 這個是黃絲 為什麼我知道他是黃絲 因為他本身發帖的時候 他就發了在年燈那裏 所以我知道他是黃絲 然後最後那裏他有一句 就說感謝閱讀 好人一生平安 所以我就知道他是黃絲 因為這句說話 是黃絲專用的 還有一年燈 看得爆氣 應該說 打算移民去英國 打算移民之前 就是 裝修了先 安樂窩 接著 遇到一位移民去英國的 香港裝修師傅 他就說 英國是騙徒 表演了一場 惡夢出來 是他的惡夢 這個人就在英國都買了一個物業 找了一位 都是移民去英國的裝修師傅 用132萬 港幣的價格 裝修他的物業 最終新屋 變爛尾樓 還出現了七十多地方的缺陷 更加誇張的就是 在裝修期間那個師傅 就打算以自編自導 自演的方式 騙更加多的工程款項 這件事就引發起網民的熱議 甚至乎就說 香港人專騙香港人 可否 轉一轉 是手足專騙手足 因為 其實 其實 說 裝修的東西 是不是 很難說的 你找洋人貴 洋人又未必 不騙你 找到那些香港人 起碼同聲同氣 被人騙都騙得 強一點 起碼手足來 是不是 這個儀英的市主 叫做Kelvin 他就在Facebook裏面 發了一些的鐵文 當然連登都有 他首先 就說 他認稅 我自己就沒有搞清楚 那個 香港 裝修師傅的背景 的情況之下 見他一起移民 又是黃絲 請了他 去為自己 的物業裝修 他都是新儀英港人 這樣就打算好一點 跟著 這個市主就說 這個工程 在2022年9月份就開始 預計工期就90日 三個月裝修一間屋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 如果英國那些 那麼大間屋 三個月 是真的未必可以的 OK 如果你住大屋的話 因為他說 初時報價 13萬2 即是 大約132萬 現在已經給了11萬磅 即是11萬港幣 而在 九月工程 開始的時候 初期的時候 他就去過現場監督進度 已經發現了有幾處 的工程的缺陷 發現到 當然是立刻叫 那個師傅去處理 後來這個師傅 亦都定時向他匯報工程的進度 頻率大約是兩個星期會報一次 但是今年年初 市主就收到這個 叫做 裝修的 人事 裝修師傅的來電 就說 哎呀我被行家就騙了 五萬磅 即是五十萬港幣 被行家騙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再進行這個工程的 叫做 叫做 裝修了 他就猜了 他言下之意就說 那你只是叫我再給你五萬磅 是不是 但是當時已經是 即是市主已經給了第二期 一個百分之八十的工程費用 所以就拒絕加碼 並且就要求他 自己 去 繼續做完這個工程 不過 即是自己在美數裏面 就向他墊資了多三千磅 即是三萬港幣 希望他可以渡過難關 但是市主其實基於種種的原因 例如 你被人騙了 那為什麼你不報警啊 師傅 這個 這個叫做 對 為什麼不報警呢 他也是拒絕報警的 也拒絕提供 騙人那個人的資料 他相信這件事是一個 自編自導自演的騙局 加上 即使將工程 議判 都沒有可能一次過付錢 嚴密分歧付錢 所以他相信對方 即是那個叫做裝修師傅 是 騙他自己的 之後呢 這一單的工程已經是 燈了兩個月 事主仍然在香港那裏做事 就未知 原來工程已經在上年12月 接近停工狀態 他在1月份的時候再去英國檢查 裝修進度 發現 9月份反應的缺陷 沒有解決過 反而更加多缺陷 那麼那個 裝修師傅更加要求他放棄 搞個玻璃屋 以及搞其他 叫做搭建的東西 原因是 沒有錢 那個 裝修師傅沒有錢 跟著又說了 通脹很嚴重 要求加碼 才可以繼續 工程的 裝修 事主當然是不肯 喂大哥 做生意你不可以輸打贏要的 一定要繼續 並且要按照 原先的工作要求繼續 最終 最終 他都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說要硬橋硬馬 最終他妥協了 那麼 幫了屋頂 怎麼說 不做磁磚 改做玻璃 妥協了這個要求 做回磁磚 就不用玻璃 算了 等你便宜一點 雖然 會知道會嚴重 影響那個補亂的效果 但是他只是想儘快完成工程 但是去到 上個月 6月份的時候 這個事主 再去英國那裏 檢查一下那個裝修的進度 發現 在上年9月提出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過 更加被 封板去處理 眼不見為光淨 扔他過去 另外 全新的屋頂更加出現了 滲水和彎曲的問題 從鄰居的口中得知 工程期間 因為搬運材料 和施工失當 還要打爛了鄰居家的大門 打穿了鄰居一樓 睡房的天花板 還沒有幫助鄰居 付了少許錢 撕了他 算了 極度不負責任 後來這個事主 和另外四個本地建築工人發現 首先 首先 跟屋沒有裝修完整 第二就是沒有裝修完整 也不僅 裝修了的地方 有七十多處 工程的缺陷 因為這個玻璃屋 還有其他 不同的工程 那些 原來 是外判來的 外判來的 OK 那 之後他就說有些東西是跟進不了 等等 那些 玻璃窗都是跟進不了 結果效果和質量 雖然跟進不了 但都比他本身舊東西 是好 比他本身的裝修是好 但是呢 鋪完磚那部份 完了之後 莊藥師傅聯絡事主 堅持 如果不給美數 就停止開綱 對方 當時這個事主已經說 我會告上法庭 對方就 改變 就說 好啦 分歧 但事主堅持動用美數 結果就是七月中 玻璃屋 等等 窗大致完成了 有幾件 被建築工人打爛的玻璃 需要補回 但以上一連串的事件 令到那個事主覺得 自己 好像一直 都是被 欺騙 黃絲騙 黃絲騙手足 很正常 這件事去到20號的凌晨 英國時間 那個事主就是向這個 莊藥師傅發最後通知 要他 終止那個工程 美數都不會給 並且向那個 莊藥師傅 保留一個索償的權利 索償 因為工程延誤 使得市主要去住酒店的費用 大約 1500 還有要找另外一些建築商 繼續工程和執樓的費用 就是40,000英鎊 去到現時為止未完成的部分 計算之後得出的費用 就是60,000多英鎊 加上是103590英鎊 大約是 103萬左右 但是 他說 他窮的 對面那些人 黃絲也窮 可能 沒有辦法支付 或者不會承擔這個責任 他覺得 很慘 打算移民到英國 怎知道已經被香港人騙了 被手足騙了 這樣就很慘 莫文就罵了 騙人那些香港的裝修師傅 是沒有良心的 又說他很明顯是騙子來 不是裝修奴 甚至乎有些人說 其實你本身家安好地地 你不弄 可能都可以勉強 住得了 你被弄完 現在好像變危流那樣 那你真是完全 錯了 OK 甚至乎有人說 喂 可不可以告他 好過份喔 他根本是行騙 有些人也都說 真是很不明白 人離他鄉 還要騙人 還要騙自己人 還要騙手足 為什麼不好 安安分分地 做個生意 做個工程呢 你都很好 你剛剛已經 找到生意了 為什麼你不好好地做呢 搞到現在 大家都說 不要再信香港人 幫香港人 在外國那裏 其實是 不要再信 黃絲幫黃絲 你都不要再信所有的黃絲 其實 在外國 叫做香港人 有些是好人 正常地做生意的 但是 黃絲就一定不是 好人 甚至乎他們說 不光顧香港人 是常識吧 港式裝修的 騙案其實都不少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找回香港人呢 因為其實很多移英的黃絲 他們的英文程度 都是有限公司 英文水平真是低的 你不找香港人的 叫做裝修公司的話 他唯有就是找 應譽系統 是不是 你找應譽系統的話 他溝通不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去找應譽系統公司 那些洋人公司 所以 只可能是可以找 香港人的公司 但是 人家看見你 人家看見你這樣 那不騙你 騙誰 你是沒有本事的 是不是 有記者就到這件事 訪問事主 事主就說 因為這件事 精神緊張 甚至乎已經出現了 輕微的抑鬱症狀 現在打算找律師去幫忙 追討 公開這件事的原因 希望打算 日後 打算去移英裝修的香港人 可以前居可鑑 就不要墮入 一些這樣的騙局裏面 亦都是勸勢提醒大家 要謹慎選擇這些裝修師傅 這件事就是多謝 提供意見和安慰的香港人 移英的黃絲等等 多謝他們 但其實 這些都是 他只有問題 第一 工程他自己不好好地去監察 這件事是他的責任 第二 你無緣無故 都是信一個裝修師傅 你不是找公司去承擔這個 工程都有一定的問題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 一間英國這麼大的屋 你竟然間你覺得 是103萬可以 三個月內 裝修得了 那你是不是有一點天真無邪呢 因為那邊的人工 那邊的建築材料 都比較貴的 比較貴的 所以這樣你覺得可以完成到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看什麼 裝修工程電視 看得多 打算這樣搞定 還要是 他是一個 香港人 你要找回 你要他在那邊 買材料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聯絡得到 當地的一些 材料供應商等等 未必的 你其實用腦想多幾次浸 你就知道 因為他剛剛移英 他不是在那裏 浸了一段日子 所以這樣都相信的話 是他自己本身 有些問題 或者貪便宜 或者貪溝通得到 貪方便 這些那麼多的貪 就造成他 今次的 失敗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聽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正好留言 訂閱明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